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實測大家最關注的問題 就是愛迪生到底適不適合三藏呢 估計就是六回合的一波大爆發 但大家可能要看說它的大爆發到底有多爆 多大 剛好六回合可以搭三藏欸 三藏的主動技能 可以一起開 我們來看它多大 多好用 好 劍池虎會復刻嗎 劍池虎一定會復刻的 但是就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是了 劍池虎是官方的那個 自由的系列 喵 好 打起來 嗚 好 愛迪三跳起來 要不要hey打一波 不要 它的第二回合我們在一個 Bowser 好 風化 MO 欸 我發現一個BUG欸 如果是你種子之後就沒辦法消掉了 這算是BUG嗎 這應該算是BUG吧 好 哇 天降 沒問題 這傷害應該也很高 好 這裡 其實愛迪生的好處在這裡 等一下跟大家講一下 他的好處就是可以解問號主啊 有沒有 整版強化 然後再搭上的艱巨的感覺應該會很猛 我來試試看 重點是你那個種族豬要全部消掉才行 應該有 這傷害應該是很誇張 我們來試試看 看到了嗎 如果沒看到的話 我們等一下再來一次 這傷害 這傷害師父的專武出現啦 哇 這天降 壞掉了 哇 這天降 壞掉了 好扯 第三關 好 在這裡我們 愛迪生跳起來就沒問題了 不過愛迪生好像沒跳 沒關係 之類也是夠暴力的 好高 真的很誇張 所以 我跟各位講三丈 其實一直有一個 算是什麼 迷思 就是大家覺得他 傷害好像沒這麼高 原因是因為他沒有辦法自產出種族豬啊 要是能夠 產出種族豬的話 他 也是一線的殺手 那傷害絕對是可以跟青蛇王媲美的 我直接這樣講 但是缺點就是來自於他不能自產種族豬啊 所以就等於隊員要綁一些 有的沒的 最明顯的意思就是你看 開一下那個 愛迪生傷害差多少 對不對 這就是 差別 好 愛迪生強的事情是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就是他的第二條協調 這邊我們只要看一下愛迪生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 東西 好 我們再開艾爾沙 那個傷害讓大家再看一次 好 有沒有 那個傷害 11 Combo 破 基本上你看愛迪生 就是破10億大爆發了 所以這隊就變成是 每6CD 每6回合 就有一波大爆發 大概是這種感覺 這種辦法啊 這好像一定會死欸 這好像一定會死欸 算了 反正 喔 沒死欸 好..好曬喔 呵呵 危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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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顆光珠不會死 但是很危險 OK 喔 好 重點是還 白面上還有一些 種族珠可以讓你留下來 做爆發的 艾迪生強在他 除了一回合大爆發之外呢 他還可以讓你第二回合 可以延續到他的 種族珠的加成 好 所以我覺得你有玩 你有玩三藏 你真的要 抽 或者是練這一次的 艾迪生 傷害 強度差很多 真的 8缸以上 你看很像這種問號珠的版面 是不是 直接開了 他除了真傷之外 他還可以結版欸 整個就是三藏的 最OP隊員 沒有別的就是 艾迪生了 艾迪生 對於三藏 對來講是真的 做壞的強度 8 噢 真低可惜 不然這傷害打出去 應該也是很精彩 好 好 這個版本真的需要抽嗎 應該這樣講啦 這個版本有很多很多 是 某一隊的專武 那你有那隊專武 你再來想要不要抽嗎 就是你有那隊的話 你再想要不要抽 當然如果說你問我就是 我單純只是要一個很強的隊長的話 那我要不要抽 就不用了 你有抽到青石王就不用了 對阿 這個 哇 光珠 好 4顆4顆 開去吧 直接來排吧 4顆3顆 4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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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顆要5顆耶 這好像不夠 差一點 4顆 3顆 這樣好像就夠了 1 2 3 4 5 這樣對吧 沒問題 好 好 好 不過王冠死定了 呵呵 只會我們平看打過去 對啊 我翻死定了 有褲子頭 因為我們帶錯龍科了啦 如果我們帶那種可以把光珠濾掉 我就可以過了 哇 可惜 不夠了 只有吃一顆石頭 我們再來 看一下 最後一波 最後一波的 艾比森的傷害 行 來吧 哇 這版面真低爛 喔 我轉的也蠻爛的 好 哇 基本上隨便轉都 都有快要10億的傷害啦 認真轉就破10億喔 所以 我真的覺得有三藏 一定要有艾比森欸 那強度差太多了 對啊 耶 實戰結果就是這樣子 好不好 真的算是三藏的專武 那個強度大家應該 很明顯的可以看到 CD6有一個 這麼扯的爆發 真的是蠻扯的 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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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